我们开始来看一下所谓的发展序论 所以在上课之前我想跟各位问问看 对各位来说什么叫做发展 来荧幕前面的你 你先不要看讲义 你看了讲义你答出来的答案那就是我的东西了 所以对各位来说你过去在学校里面所学习到的部分 什么叫做发展 你如何用简短的一段话来回答什么是发展 什么是发展 好来简单的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发展的本质 那每次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会有同学回答我说 老师发展它就是长大 这个婴儿长大变成幼儿 幼儿长大变成青少年 儿童长大变成青少年 青少年长大变成成人 所以就是一路上长高长壮长胖 然后呢越来越懂得 越来越这个社会化 然后呢智力越来越高的这些历程 其实他讲的没有错 只是呢他把这些内容打散的来讲 听起来没什么架构 这是一般人认为的发展 不过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其实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回答呢 它只有一个字 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变 发展的本质其实就是变 看你怎么变 变多变少 或是从有变成没有 或是从没有变成有 不管是什么程度上的变 不管是什么程度上什么方向的改变 它都是在变化的历程中 所以事实上我们讲 发展其实就是一路在变化的历程当中 一路在变化的历程当中 所以那你说老师那变的话 到底可不可以再讲得清楚一些些 当然可以 来我们来看 如果呢我们谈这个 像比如说 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孩子会长高啊 身高的数量会改变啊 这个体重的数值也会增多啦 或者是说你看婴儿刚生下来不会讲话 可是慢慢的从一岁过后 哦它会的词汇量越来越多了 对不对 从一个两个冷剂累积到20个30个40个50个 然后慢慢的暴增对不对 语言爆发期它可能瞬间就可以一两百个词汇就进来了 所以我们在语言的词汇量上面 我们好像也可以反映在数字 我们可以测量的出来 那当然身高啦体重啊这些更不用讲了 我们只要拿尺跟拿体重计来量一量就知道了 好所以我可以把它分成第一种叫做量的改变 好所以刚才老师谈的哈 既然我们谈的是量的改变 那它就是反映在数值上面 对不对 它就会反映在数字上面 所以既然是跟数字有关系的 我们要能够测量的出来它的变化 就相对比较简单 好相对比较简单 你只要拿尺来量一量就知道身高变化 拿体重计来秤一秤就知道身高变化 这个体重变化 对不对 然后呢词汇量这样讲一讲 你就可以数得出来嘛 所以像比如说像婴儿 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 那个新生儿的检查 每一次打预防针的时候都要干嘛 都要量头尾 好因为这个头尾的大小会反映在他 孩子宝宝的这个大脑的发展上 太大太小都不好 所以他也会用皮尺来量头尾的这个公分数 好所以这些是很简单测的 你只要有仪器有工具 就可以知道它的变化了 对不对 好所以同学你要知道 越简单的就绝对不会是我们教育集中的部分 好我们考的 我们学的 我们读的 当然是属于比较难发现 比较难测量出来的值的改变 所以简单的来讲 所谓的发展 它其实就是集中在这两个面向 值跟量的变化 值跟量的变化 那你说老师 值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刚才我们讲量 量 要么增加 要么减少 它是反映在数字的多寡上 值 它谈的是 原本 从有 有这个现象 到没有 这个现象 哦 现象消失了 或者是 本来没有这个现象 到了某一个时间点 这个现象出现了 从无到有 所以同学 所以同学 值的改变 它是一种内容项目上的变化 跟更动 更新 更动 所以呢 它是比较没有办法 透过仪器 透过工具来测量出来的 我们叫做难测量 各位同学 你一定要注意 我没有写不能测哦 我没有写不能测哦 我写的是难测量 代表 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去测量的出来 比如说 量表 的研发 像比如说 我们针对孩子的情绪发展 那 我们会有相对的量表 可以去 协助孩子 去做这个情绪发展的一些分类 或是气质量表等等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分类 所以 我们就必须要透过一些 标准化的测验 或者是说一些 测量表的部分 来去进行分类 或是进行 这个应该说是测量的部分 所以它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研发量表 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么它是难测量 不是随便我们拿个体重剂 蹭一蹭就没事了 所以它是比较难测量的部分 所以 像比如说 孩子的情绪变化 一开始 婴儿刚生出来 他的情绪很简单 原始情绪就是开心 愉悦 跟困惑 就很奇怪 觉得很难过 很伤心 可是慢慢的 你会发现孩子的情绪 开始衍生出其他 比较细项的 分化的情绪 包含像比如说 这个 愤怒啦 或者是 这个 嫉妒啦 我们说宝宝在一岁半左右 会开始分化出 嫉妒的情绪 那嫉妒必须包含着 爱 跟讨厌 对不对 爱 跟这个 这个 这个 恨的感觉 综合起来才会出现 这个嫉妒的心态 所以这些就是比较复杂的 分化的情绪 所以 他原本没有 到了某一个时间点 出现了 这个就是属于值的部分 好 再来我们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来谈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包含四个阶段 对不对 感觉动作期 前运思期 具体运思期 跟形式运思期 有四个阶段 那么在这四个阶段里面的认知 每一个阶段的认知能力都不一样 每一个阶段的认知能力都不一样 像比如说前运思期 幼儿园阶段的孩子 他的想法是非常自我中心的 对 他没有办法设身处地 没有办法社会化 没有办法角色取替 那他是非常自我中心观 所以过去曾经有个实验 就是三山实验 这个未来会谈 好 所以但是这个现象呢 进入了小学 进入具体运思期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去自我中心化 所以过去这种 以自己的角度为出发 以为别人看的角度 都跟我自己一样的这种想法 进入具体运思期以后 就会开始消失了 所以本来有这个现象 之后变成没有这个现象 好 所以这个部分 从无到有 或是从有到无 这种我们是属于直上面的一个更动 内容上面的不同 那这个就是直的部分 好 这个就是直的部分 好 所以各位 请你仔细听哦 如果我讲的是直的改变 那么我们会把它叫做生长 我们只有单纯讲 对不起我刚刚是不是说直的改变 那个口误 口误 量的改变 我们只在讲量的改变的部分 量的改变 那我们单纯的讲着就是生长 所以包含像身高 体重 词汇量 头围的大小 好 等等 就是这些可以用简单的仪器来测量出来的这些东西 那么 它就是属于生长的范畴 好 属于生长的范畴 那如果我把这两个综合起来看 量的改变 加上直的变化 量 加直 那其实我们讲的就是发展 所以各位请你特别的注意 发展有没有等于生长 我再问一次这个问题 你只好要仔细思考 发展 有没有等于生长 没有哦 没有哦 而且他们的关系是大于的关系 对不对 因为发展 它包含了量的改变 那就是生长的部分 以及 直的变化 所以量加直 它才会是属于一个人的发展的一个内容 全部的范畴 全部的项目就包含在里面 所以生长的范畴是比较小的 对不对 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 它是小于 它是存在于 包含于发展的内容当中 所以各位要务必要记得 发展跟生长 这是两回事 它的范围是不太一样的 范围是不太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发展的本质 它的意义 它的定义来看 好 那我们再谈 继续往下谈 我们讲到发展的范围在哪里呢 好 发展的范围在哪里 那有些人会说 哎呀 很简单嘛 就是从小小孩 长大变成成人的这个过程啊 好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你只针对 18岁之前 成人期之前 的阶段 才是属于发展的 这个领域 好 那你就是属于像很多 大部分的阶段论的学者 但是 但是 现在我们以全人生发展观的角度来看 发展的历程 好 我们不要写范围 我们讲历程 发展的历程 它事实上是包含人类的一辈子 好 所以各位 我们以 全人生发展观的角度来看 好 全人生发展观 好 我们以这个角度来谈 发展 什么时候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只要你有生命 你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所以各位 我要从这个地方来画一个 竖线 我要再次跟各位强调 各位 你现在在上我的课 你所写的这些东西 是我帮你整理出来的 这些内容是我的 好 那你一定要懂得 看完以后 上完以后 你自己拿一张白纸 好 重新的把你 理解的东西 用你自己的方式 写出来 那这个架构就是你的 好 这个含金量就在你身上 懂吗 好 所以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以全人生发展观的角度来看 什么时候进入生命的开始 好 我相信现在 荧幕前的你 应该有人会回答我 出生的时候 对不对 从婴儿时期 刚出生的时候 一直到最后死亡的时候 好 我想最后的阶段 是在死亡的那一刻 这个应该大家都没有问题 因为心脏停止了 没有生命了 那我们这个人类的生命就 终止嘛 那我想发展的终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边应该也没有问题 可是呢 到底从什么阶段开始 进入发展的历程里面呢 来各位 千万不要讲出生 如果你要讲出生 他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他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哦 他在里面哦 他在中间哦 那前面呢 好来 请你各位注意 这个叫做 精卵结合那一刻起 也就是 受孕的那一刻起 来同学 你在哪里受孕的 答不出来 你的国中生物老师会哭 好 受孕的那一刻起 所以我们讲受孕 其实谈的就是 精卵结合 在输卵管的地方 不过你这听过就好了 当尝试就好了 这个在题目里面 不会出来 好 精卵结合的那一刻起 所以各位 我们以女性的第一次月 对不起 最后一次的月经来的第一天 起算 因为从那之后开始起算 14天会排卵 所以各位 精子跟卵子之所以会结合 是因为 女性有排出卵子 才有机会跟精子相遇 好 那所以说 在排卵期的当天 你受孕了 那么就会开始产生出新的生命 所以各位 来 你注意听 在 女性的第一次月 对不起 不是第一次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月经来的第一天 起算 一直到 你受孕当天 这个过程当中 大概有14天的时间 你先不用写 你先听 这个过程中 大概有14天的时间 就是你在排卵 就是最后一次的月经来的第一天 起算 一直到14天 好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月经结束 然后你会开始排卵 所以在危险期的当天 精卵结合之后 产生了所谓的受精卵 在疏卵管的这个位置 然后他接下来 他就会花两个礼拜的时间去灼床 所以他就会从输卵管的位置 一直开始跑跑跑跑跑 跑到了女性的子宫 好 那子宫内膜里面 这个受精卵就会植入 就会灼床 所以 从灼床之后 宝宝才真正的跟母体有连结 妈妈就会开始 把他身上的养分传输给孩子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胚胎 就会慢慢快速的长大 所以在胚胎的时期当中 这个胚胎就会开始迅速的长出 人体需要用的所有的器官 好 所以器官会在胚胎时期开始长出来 好 等到都长好了以后 胚胎期结束 进入胎儿期 所以大概是在怀孕三个月左右 怀孕三个月左右 进入所谓的胎儿期 这个时候的这个胎儿 他就是迅速的从他原本那个胚胎 开始慢慢的长大 所以 本来在胚胎期长出来的这些器官 比如说心脏啊 五官啊 手脚啊 等等 他就会在胎儿时期的这个阶段里面 开始迅速的长大 成熟 好 所以心脏会开始发展 大脑的神经细胞会开始发展 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气温就开始发展 那么一直到 最后 好我们怀孕大概是十周嘛 好这个 我们过去都讲说怀孕是280 这你听过就好 因为这个通常考在公佑 好那各位考小教的话 这个把它当常试就可以了 听过就算了 好 我们每次讲说怀孕都是280天 可是我刚才讲280天是从 最后一次月经的第一天开始算 算到你受孕 所以前面这14天事实上是还没有受孕的 好所以呢这14天 大部分 我们实际上来讲这14天是必须要扣掉 好所以280天扣掉14天 答案是266天 所以事实上真正在怀孕的天数 平均算起来只有266天的受孕期 好只有266天的怀孕期 那么这当然是平均 因为有些人会早餐 有些人会过手 所以平均来讲是大概前后来讲就是40周左右 好266天的时间 OK 好所以你必须要把前面这14天扣掉 才是真正受孕怀孕的这个天数 好我只是跟各位讲这个266怎么来的 因为其实过去曾经在题目里面出来 可是不是小教 好不是小教 是在公佑以及这个教保员 还有这个保姆的题目里面有出现过这个题目 所以各位我相信再做就是 如果如果你是女生你要知道这件事 如果你是男生 你也大概需要知道这件事 所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好所以来同学注意哦 前面这14天我不算哦 你要记得 我们真正的发展历程 好发展历程 我们是从受孕的那一刻起 精卵结合的那一刻起 变成受精卵的那一刻起 一直到出生 所以你会发现出生是在中间 对不对 因为你会怀孕大概266天左右 这个地方我稍微注记一下 好 所以 这个266天的时间 我们把它叫做产前期 所以呢 在这段过程当中 孩子们他生活的环境就是母体内 所以产前的环境叫做子宫 产前环境叫做子宫 所以会影响到胎儿的发展的因素 其实有很多直接相关都是来自于母体 妈妈吃了什么 哪些养分吸收进来了 妈妈有没有吃药 妈妈有没有接受这个辐射线 妈妈有没有接触毒品 妈妈有没有接触其他的 好所以 妈妈身上所经历过的一切 都会直接相关到宝宝的身上 所以 这个产前期 母体的一切 就相对很重要 好但是各位是考右小教 所以 这个部分就听就好了 好 那么从出生之后 从出生之后 一直到 一岁 好 那我们把出生当做第0天 然后就是 真正进入产后的环境 产后的环境 就包含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 这些大自然 自然环境 还有我们的人文社会的环境 就是产后接触到的这一切 好 好所以 从出生 一直到一岁 好那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 新生 这个婴儿期 那你说新生儿的话 那就是出生满月前 一个月之前 不过这个就是公佑同学去知道就好了 好 所以来 出生到一岁 我把时间点写下面 好 从出生到一岁 好 这个是婴儿期 那么一岁到三岁 好 一岁到三岁 我们把它叫做婴幼儿期 那么 三到六岁 我们把它叫做幼儿期 所以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公佑会去注意到的 因为三到六岁就是幼儿园的阶段 对 三到六岁就是幼儿园阶段 好 那前面这个就是婴幼儿时期 一岁过后的婴儿就是老婴 对不对 不是那么的嫩婴了 因为都已经开始要会走路了 好 那么六岁到十二岁 六岁 同学来抱歉 因为碍于这个黑板篇幅的问题 我等一下 这个右边这边 我还要再写其他的架构 所以 我的这一个 我的这个发展历程的这个 坐标 这个要说竖线 我就没有按照年龄的比例了 那六到十二岁 六到十二岁把它叫做儿童期 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各位 会去面临到的孩子的年纪阶段 好 就是小学的阶段是儿童期 所以我们谈的儿童发展 就在这个时期 对不对 我画了红线 我画红线 好 我们就集中在六到十二岁的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谈 好 那么十二到十八岁 好 十二到十八岁 就是属于青春期的部分 青春期 所以青少年期 好 青少年期的孩子 他会经历人生的第二风暴 青少年期 所以不管是他的生理变化 心理变化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改变 因为碍于荷尔蒙的变化 荷尔蒙的变化 进入青春期之后呢 第二性征开始发展 好 生殖系统的器官开始发展 开始为了要为了这个未来的成家来做准备 对不对 繁殖来做准备 所以进入青少年期的孩子 他在生理上面会有很剧烈的变化 你会开始慢慢发现 女性会有开始有女性的象征 男性也会开始浮现一些男性的外观的象征 好就是就着这个第二性征的部分来做发展 那么进一步的去影响到心理的部分 因为青少年期的孩子他会在自我统合上面 这个自我角色上面会先产生一些混淆 这个我们之后谈理论的时候再来讲 好青少年期 所以从18岁过后 其实很多的发展的学者 就不再继续切割下去了 他认为说 哎呀18岁过后应该都已经差不多定型了 好所以呢 在18岁过后呢 基本上就不再属于发展的历程当中 因为在这前面你该有的发展都发展了 所以后面呢都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一直到中老 但是站在全人生发展观的学者 我们后面会讲是Eriksson 他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呢18岁过后呢 其实还是在发展在变化的过程中 所以他切割在成人的早期 跟成人的后期以及老人期 好所以18到40岁这段时间算是成人早期 所以要开始干嘛 成家立业 对不对 事业开始发展 然后开始结婚生小孩 40到65岁 所以孩子会开始长大 所以孩子会开始干嘛 离家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会开始 这个个人个体会开始出现 好这会开始经历孩子们离家 好这个所谓的空巢期 好所以这个地方成人后期的部分 好那么65岁过后 我们就进入到老年期 所以可能有工作的人 就会退休啦 对不对 所以就开始过着退休的生活啦 好那你可能反观这一辈子 你一路走来 你是不是都有很顺遂呢 还是遇到很多的挫折呢 你就开始会回顾 好那做一个人生的一个总结 好所以总而言之各位 我们所谈的 会去集会是集中在6到12岁的这个阶段 但是我刚跟各位讲过了 3到6岁的这一个阶段 也是各位需要去涉略的部分 好你不要以为这个地方是幼儿园 所以自己没关系 还是有职 还是必须要知道 好因为呢 在6岁的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上小学一年级 所以幼小衔接的部分 它会是一个议题 好幼小衔接的部分 会是一个议题 就是说幼儿园的老师 做好幼小衔接 各位来我向各位讲 幼小衔接 谁应该主动做 是幼儿园的老师 需要主动做幼小衔接喔 不是小学老师喔 你懂我意思喔 所以在大班的时候 大班的幼儿园的老师 会开始去做一些幼小衔接的工作 来协助孩子做好一些准备 准备要进入小学 所以在进入小学之后呢 面对一年级的老师 他其实还是要有一些缓冲的时期 让学生适应小学的环境 因为毕竟小学的教育 跟幼儿园的教育差很多嘛 好不管是上课的方式 课程的方式 还有这个时间上作息的方式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调整 所以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讲 老师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蒙 好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启蒙 所以未来各位在进入到小学阶段 你去当老师的时候 如果你是接到了新生的班级 就是一年级的班级 你就必须要就是更加的认为 这个工作非常的神圣 因为你是站在一个承接幼儿园结束 但是进入到小学阶段 是这种非常懵懂 非常这个 一切都是在刚开始萌芽到这个阶段 所以各位会是孩子们 在小学阶段的启蒙老师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 好所以这个部分 我会建议各位 你要从前面幼儿期这个地方 开始了解孩子们 一路上的认知发展 情绪发展 人格发展 社会发展 道德部分的发展 还有语言方面的发展 以至于到你在小学阶段 进行课程安排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孩子们 会有哪一些变化 OK 那12岁过后到18岁 这个青少年期 你说老师会不会考 同学 这个地方是属于青少年发展的部分 所以对各位的题目来讲 考题来讲 相对没那么重要 好我讲相对没那么重要 可是我们的课纲 108课纲 它里头会有一些衔接上的内容 所以这个部分 各位去在读这个课程发展 好课程教学的时候 你需要去稍微了解一下 好需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但是我们就发展的这一颗来讲 你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个部分 好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儿童期 这个阶段 好 所以我刚才所谈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全人生发展观 好全人生发展观 那么在这个历程当中 有哪一些因素会去影响到 发展的过程 好有哪一些因素会去影响到 好有哪一些因素会去影响到发展的变化呢 好所以我们来谈 影响因素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 有四大因素会去影响到发展 好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我们谈有四个 那我们把这四个呢 分成两大类 好我们把这四个分成两大类 我们先来谈先天的因素 那有先天就会有后天 好来同学 先天因素 第一个 好先天因素会有两个 后天因素也是有两个 好来 先天因素里面呢 遗传绝对是第一件事 遗传绝对是第一件事 所以来各位 在精卵结合的那一刻起 就决定了这个孩子的外观长相 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的基因组合 对吧 所以精细胞跟卵细胞各带着一半的遗传基因 我刚才讲一半 如果你国中的生物科学的够好 你应该就会知道 精细胞跟卵细胞所带有的这个染色体 只有人类生 这个人类细胞数量的一半而已 这我等一下稍微谈一下下 好所以 精细胞带着遗传基因的一半 卵细胞带着遗传基因的一半 所以由父亲由母亲各提供一半的基因的内容 来进行配对组合 所以配对组合过后 会有组合出来的表现 我们把它叫做表现型 好就是这个基因的表现的形态 所以你会发现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有些人肤色比较黑 有些人肤色比较白 有些人天生卷法 有些人天生金法 有没有 像那个外国的孩子都很可爱 眼睛可能蓝蓝的绿绿的 那头发可能会有点金黄色超美 对不对 好所以 不同的外观 不同的基因的表现 就是来自于精卵结合 当时所组合出来的 这个基因的配对 所以遗传绝对是影响 个体发展的第一个首要的因素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所谓的 基因跟染色体的部分 在过去 在过去的题目里面曾经考过 所以这个地方我花一点点的时间 来帮各位回忆一下你国中生物的内容 这东西不难 因为你早就学过了 知道吗 虽然我知道国中对各位来讲 应该还好吧 因为你是考教师这个资格考 所以国中对各位来说 应该都还蛮接近的 对不对 虽然说我的国中离我已经N年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以遗传学来说 我稍微写在这旁边 我现在所写的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就随你 因为我解释给你听 基因是怎么一回事 来听好 我们人的身体里面 有成千上万个细胞 好 那每天都在态患 那但是我们的这个细胞里面 来 各位 你要知道 我们人体的细胞可以分成两大类 好 我们人体的细胞可以把它分成体细胞 好 身体的体 体细胞 以及生殖细胞 那当然顾名思义 生殖细胞就是用来进行生殖配对组合用的 所以这个生殖细胞讲的就是 精子跟卵子 精细胞 卵细胞 我们把它叫做生殖细胞 除此之外 其他的细胞都叫做体细胞 这样可以吗 我们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在每一个细胞里面 假设我现在画的这个是一个细胞 是一个体细胞 我们在这个体细胞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厂 就是做决定的地方 指挥中心 它叫做细胞核 所以这个细胞核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遗传的物质散乱在里面 乱七八糟的在里面 油啊油 油啊油 因为它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细胞 这个细胞质 就是那个液体的部分 所以那些遗传物质等等 就会在里面流动 一些包气就在里面流动 好 那我把这里头的东西放大出来看 好 我把这里头的遗传物质放大出来看 事实上 它是 你看哦 我把它拉出来哦 我把它拉得很长 把它拉出来看 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双骨 你看两条嘛 两条嘛 一条是一骨 所以两条就叫做双骨 好 所以呢 这个叫做双骨螺旋DNA 好 所以呢 来各位 这里面的遗传物质 双骨螺旋DNA 那旁边会有一些蛋白质的球 缠绕着 好啊我现在只把它拉长 拉得很长很长出来看 所以旁边会有一些蛋白质的球 在旁边 所以这个双骨螺旋DNA 就会缠绕的这个蛋白质的球 然后呢 在必要的时候 它会捆成这副德性 好 所以呢 在我们的细胞需要分裂的时候 你说老师细胞为什么要分裂 要啊 因为它要制造出新的细胞啊 对不对 我们讲说新陈代谢嘛 像我们的脸 我们的皮肤 皮毛啊 或是头发等等 反正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细胞 都会有它的一个年纪 或会有它一个寿命 那就会不断的更新 所以它就必须要去分裂 好分裂 那我们在进行分裂的过程中 这个双骨螺旋DNA 就会绕着这个蛋白质的球 绕成短棒状 你看它很像一个短短的棒子 它要把它绕成短棒状 好所以各位来听哦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DNA里面呢 放大来看 这里头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基因密码 我刚才把它叫做密码 里面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密码配对 这个是一个密码 这个是一个密码 那两个相接就变成一组密码 那这个你就听过就算了 反正其中一小段 DNA它就代表着某一个基因 我可能叫做基因A 我随便给它一个代号 那可能在某一小段的基因 它就是属于 某一小段的DNA 那它就会去决定第二种基因的表现 基因B等等 所以我们的DNA超级长 非常长的一层条 那里头就会有成千上万个基因 卡在我们的DNA里面 那所以当我今天 你看哦 我刚才讲的是一个体细胞 所以体细胞里面的这个东西 来 这两个 两两一组 这种我们把它叫做同源染色体 同源染色体 所以 竟然同源嘛 同源染色体 它绝对是成对的 既然你要变成一对 那它肯定就是怎样 两条 对不对 两条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基因A 我假设 我随便画 它可能在这里 那这就是一对的基因 它可能控制你的耳垂 有没有分离 对不对 那基因B 好 这个部分 这一对它可能控制你的 这个 比如说 有双眼皮还是当眼皮 好等等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同源染色体上面 就会有成千上万个基因的组合 来决定你的外观性状的表现 好 所以简单的来讲 你要先知道染色体是两两成对的 那么在以人类来说 我现在是以人类来讲 我们的体细胞 体细胞里面的染色体有23对染色体 那我刚才讲了喔 两两成对 所以每一个体细胞里面都存在着23对的染色体 23对叫做46条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今天如果把这46条给它编号 每一条都给发号码牌给它 好 你看喔 第1号第2号是一对 对不对 第3号第4号是一对 第5号第6号是一对 所以一直这样下去 一直到 这个 40 呃 43 44 45条 第46条 好 所以来各位出去听喔 前面的 1到44号 前面的 1到44号 这44条的染色体 我们把它叫做体 染色体 也就代表 这个地方 这个染色体里面 这44条的染色体 里面的基因 它是负责决定 身体每个部位的表现 与生殖细胞 无关的 与生殖器官的表现无关的 像比如说你头发什么颜色啦 你的这个血型是什么啊 你的肤色长怎样啊 你的头发是指法还是卷法啦 你有没有美人间啊 就等等的 那么最后这一对 第45条跟第46条 好 这一条 这个这一对 好这一对 我们把它叫做性染色体 所以这个性染色体 它主要是控制 跟生殖相关的表现 性状的表现 好 啊听好 这个第45条 第46条呢 我们有男女之分 男生 最后的这一对 它叫做XY 好 第45条叫做X 第46条叫做Y 女性来讲 两条都叫做XX 好 两个都叫做XX 所以我们未来会谈到一些 比如说遗传疾病 性怜遗传的部分 那就是这个疾病的基因 卡在性染色体上 所以在透过减数分裂 产生生殖细胞的时候 把这个有病的基因 一并传给孩子了 好 好这个是后面我们在谈的 好 所以来同学 以体细胞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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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结论咯 我们现在知道 体细胞是23对染色体 又叫做46条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男性 好 男性的体细胞就是有 44条的体染色体 加上最后XY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以女生来说 那就是44 前面的44条体染色体 再加上最后这一对性染色体 XX 好 这个就是男生跟女生 体细胞里面 体染色体跟性染色体的表现方式 你看喔 我今天如果要变成精子跟卵子 精细胞跟卵细胞是为了要配对组合 变成一个新的宝宝 所以呢 我必须要从原本的这个细胞 减数分裂 就是把它切一半 所以各位 来 你现在就知道了 我们刚讲 生殖细胞 是包含精子跟卵子 好我们把它写在下面 来 生殖细胞 它讲的就是精子跟卵子 那我们刚讲啊 精细胞跟卵细胞是为了配对组合 变成一个受精卵 变成一个完整的人类啊 那人类的染色体就是46条啊 所以要各取一半 所以呢 它们的染色体只有多少 46除以2叫做 23嘛 所以前面精子的部分 44加XY切一半 前面的44切一半 叫做22 那最后的XY切一半 所以要嘛拿X 要嘛拿Y 对不对 所以精子里面的染色体 会有这两种的表现 那就看你是挑到哪一种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卵子呢 同学 44除以2 叫做22 后面的XX除以2 再怎么拿 还是XX 对不对 再怎么拿还是XX 所以它只有一种表现 它只有一种表现 所以同学来问你哦 如果假设你拿到这一种精细胞的染色体 22加X 那对上 因为卵子不管怎么拿都是X嘛 都是22加X 所以这两种加起来 你会变成44加XX 所以生出来就会是女儿 好 我们刚才讲 女性的部分 是XX 对不对 最后一对的性染色体 是XX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配对组合 就会生出女儿 那如果你是找到后面 你是选到这一支精细胞的这个染色体 22加Y的 那跟它配对组合以后 产生44加XX 那生出来就会是儿子 所以同学 八点档连续剧里面 婆媳之间的征战 都是骗人的 有没有 那二婆婆都会怪对媳妇说 啊 生不出儿子 生不出儿子都是你 这时候你就要默默的跟婆婆讲 你知道吗 国中生物有交哦 生儿子生女儿 你儿子决定的哦 知道吗 所以生物课这个常识重要啊 对不对 你不能被那些 这个传统的旧观念拉着跑 像我们家就知道了 生儿子生女儿是爸爸决定的 对不对 是精细胞决定的 看你挑到哪一个 好 所以 刚才的体细胞染色体是22对 生殖细胞它是23 什么 条 不成对 23条染色体不成对 23条不成对染色体 因为它为了要精细胞一半 卵细胞一半 然后组合起来 才会变成一个完整的受精卵 OK 所以我简单的用一些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图形来跟各位解释 那 呃 为什么会有儿子 为什么会有女儿这个在染色体上面的一个不同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遗传是不是绝对是人类的发展历程中 第一个被影响到的 对不对 你会表现出什么样子 都要看这每一条染色体上面的基因嘛 然后呢 最后呢 这个是爸爸给的基因 这个是妈妈给的基因 那配对组合起来以后 到底它会呈现什么样子的组合 那就是看你们组合出来的样子 所以每个人基本上都长不一样嘛 即便是同一个工厂出来的兄弟姐妹 也都长不一样嘛 很像 但是不完全一样 那你说老师同卵双胞胎呢 同卵双胞胎 像我们怎样会谈到Gasell 他是成熟论的学者 Gasell他讲 他的实验就是去找同卵双胞胎来做实验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 来同学 同卵双胞胎怎么来 我告诉各位 我们刚才精细胞跟卵细胞结合了 对不对 所以他结合过后的那一个 最原始的那一个细胞 是不是44 比如说讲是XX 44加XX 对不对 就是那个宝宝 可是他再来他要分裂啊 因为原本只有一个细胞嘛 那他再来他要变成两个 两个要变四个 四个要变八个才会越来越大只啊 宝宝才会长大 所以 一开始 44加XX 分裂变成第二个的时候 刚好 所以我们说生出双胞胎是一个几率问题 这两个各自着床 然后各自长大变成一只胎儿 所以这时候就是所谓的双胞胎 好 这是我们讲自然的现象 你说老师现在很多试管 那就另当别论啊 那我们讲是自然情况下的同卵双生 所以 来自于同一个 第一个 来自于同一个受精卵 只是他在细胞分裂的过程 各自成胎 各自在子宫内膜着床 各自成胎 那么他就长大 所以你会发现他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基因组合 因此 同卵双胞胎 你会发现外观都长得超级像 有没有 几乎有99.99%的比例 这个基因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后天的环境 对于同卵双胞胎的发展 可能就存在着影响力了 好 如果这两个同卵双胞胎 他在 他面对不同的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很多学校 像小学 因为像我女儿 我女儿在小学里面 他们班就有一对双胞胎 然后隔壁班又有好像两三对双胞胎 就现在双胞胎好像蛮多了 那你就会发现 如果假设双胞胎被拆开在不同的班级 那他就会接受不同的教育 因为老师的教学风格不一样 那每个班级里面教学内容也不完全相同 所以他们在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 他们就会接受不一样的讯息 这时候可能就会造就出 他们会有不同的未来的发展 好那但是我们以先天因素来讲 以遗传的部分来说 他们是几乎99.99%是一样的 好所以回来看 遗传因素 好遗传因素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属于一种内在因素对 先天的内在的因素 好内在的因素 再来第二种叫做成熟 好那成熟他是属于外在的因素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进 个体会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让他的一些外观或者是内在的部分 好达到一个成熟的历程 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不可能叫一个两个月大的宝宝拿着剪刀剪指 对不对 吓死人了 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让一个三四岁的孩子 拿着剪刀剪指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代表他的手指肌肉 手部肌肉已经成熟到 可以去操作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成熟论的学者都会认为 你不用去压名助长孩子 孩子只要年纪到了这个阶段 他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子的发展 你不用怕啦 不要紧张 所以以成熟论的学者来看 找教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提早教育 那孩子年纪就还没到你教那么难 他怎么听得懂 所以呢 你有没有必要去对这个三四岁的孩子 叫他微积分 他哭给你看 你有没有必要去对这个五岁的孩子 叫他什么益金啊 紫卫斗数八卦 他会跟你说 老师这是什么 所以年纪还没有到 不用去急着教他 他在这个年龄学不到的一些技能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理解发展的重要 就代表我们必须要提供给孩子 适合这个年龄发展的课程内容 适合这个年龄发展的教学 好 所以来 所以以成熟论的学者来讲 他说 你年纪到了自然就会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Gassell 他就是成熟论的学者 好 那刚才遗传学的学者叫高登 Golden 好 他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做 优生学 优生学 他觉得说呢 好 以遗传来讲 他说 我跟你讲 你看那些名人家族 名人家族的基因都很好 所以呢 他站在一个优生学的角度 他认为 你看 名人家族的一些子子孙孙 也几乎都是名人 就代表说 他们那个优良的基因就流传下来了 可是你要知道 他这样的论点 备受争议 为什么争议 快点来 现在酸民文化很多 我们来酸你一下这个说法 来 为什么呢 你要想 名人家族他通常反映在 资源丰富 对 他比较有钱 那他可以提供给孩子 比较良好的教育环境 他可以提供给他很多的学习资源 所以相对来讲 孩子们的发展会相对好一些 他的机会会稍微多 因为他比较优势 所以 真的完全来自于遗传的因素吗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相信在后天环境的提供上 绝对也有很多的养分 所以才能够造就这个孩子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 这个是 那 Gassell他讲的 我们刚刚讲 他就找那个铜卵双胞胎来做实验 他铜卵双胞胎基因的表现是几乎是一样的 然后呢 他其中做了一个爬楼梯的实验 他做了一个爬楼梯的实验 他先找一个哥哥 他先找哥哥来训练他爬楼梯 就是铜卵双胞胎 那 找其中一个铜卵双胞胎来训练他爬楼梯 可是他发现 他那时候找他来的时候 他年纪太小了 所以他可能训练了五六个礼拜 那 宝宝才有办法顺利的爬上楼梯 结果他等了两三个礼拜过后 等到他们的这个大腿的肌肉发展 骨骼发展 比较成熟了 那他找另外一个铜卵双胞胎来进行这个训练 练习上楼梯 发现 一两个礼拜就会了 所以代表 只要你等待孩子 他的一个生理发展到达一个成熟的阶段 爬楼梯这件事情 你不需要花太久的时间去训练 孩子就会了 所以你不用再花额外太多的精神精力 来去培训这个孩子 因为他的个体发展 已经到了适合做这个动作的阶段 所以他就可以这样 事半功倍 对 事半功倍 所以站在成熟论的观点 我们不需要亚苗助长孩子 所以 另外一个 皮亚杰 他的论点 他的认知发展论 事实上他有很浓厚的成熟论的色彩 所以我们只要提供足够丰富的环境资源给孩子 孩子就会依照他这个年龄的能力去探索 那他会在探索当中去建构一些基模 去扩充他的这个基模的结构 那他会以他这个年龄这个阶段该有的这个能力去建构他的认知 所以这也是这个成熟论的一个观点 好 那么 以后天因素来讲 以后天因素来讲 客观的面向叫做环境 因为环境是大范围的 好 好 所以环境他是属于这个外在因素 好 或叫做客观的因素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是学习 学习就很主观嘛 因为每个人所学的 所吸收的 所认知的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以学习的部分来讲 他是属于比较内在的主观的因素 好 比较内在的主观的因素 所以我们如果以环境决定来说 环境决定论 其实讲的就是行为学派 学习论 各位 这个地方好要请稍微 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我刚才讲的学习理论 不代表是学习的这个面向 我们讲的是行为学派理念 他讲的是环境决定 好 以这个创始人华生 华生 这个我们后面的理论会谈 他就说了 你给我一打小孩 我可以任意帮你塑造成各种孩子 我可以让他成为律师 让他成为老师 让他成为 会计师 我也可以让他成为 妾盗 罪犯 这个乞丐 等等 就是一切就是环境在决定 所以我不用看你原本的基因是怎样 好 我不用看你原本的基因是怎样 你如果找一对铜卵双胞胎给我 我一个把它带到书香环境 另外一个让他去 这个打打杀杀 所以久而久之 这两个孩子未来的发展肯定是不同的 所以以环境决定论的学者来说 认为环境 外在的环境 才是影响个体发展的唯一因素 所以他认为个体的发展是非常被动的 他认为个体的发展是被动的 人没有办法主动去决定自己要如何发展 好 所以讲到这里 你应该有话要说了 谁说的 我可以不要啊 诶 是的 没错 所以 站在一个认为自己有选择权 认为自己有主观意识 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的这一派人物 他就会站在学习的角度 认为 哦 告诉你 后天的学习才是王道 有没有 后天的学习才会是真正 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的因素 所以你学了什么 你会主观嘛 你能够自己去决定嘛 你有主观的意识 你会去思考啊 所以我们后面会谈到 比如说像是社会认知 这个对不起 社会学习论 班都拉 班都拉的概念 他就是属于 这个传统行为学派的反动 他算是比较新行为主义的学者 他认为环境虽然重要 可是个体也有他的主观意识 个体也会进行选择 好 你让我在这个淤泥的环境当中 但是我可以选择让我自己出淤泥而不然 所以他认为环境虽然重要 但是个体的主观意识也是可以影响个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所以以上这四个因素就是我们所谈的影响个体发展的四大因素